中芯現在將更完善的Axon 30發布了 它採用了最前夜的屏下顯示技術 為我們帶來了真正的視覺體驗 因為它有一塊完善的曲線屏,沒有挖孔,沒有劉海 去年中芯發布了Axon 20 在點亮屏幕的一瞬間 一塊完整的真正曲線屏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前置哨頭位置因為分辨率不足 在觀看潛射頁面時會有紗窗的觀感 這也成為了中芯Axon 20的一大遺憾 今年的中芯Axon 30剛剛好解決了這一步完美 新一代屏下掃頭技術使屏幕區域像素進一步提升 肉眼幾乎無法辨別該區域的細微差異 事實上Axon 30能擁有如此良好的顯示效果 離不開全新獨立的UDC Pro屏顯芯片 這款芯片支持智能像素增強控制 使屏下掃頭區域的顯示效果更細膩 邊緣過度更自然 而且在全屏模式下瀏覽圖片或視頻時 頂部的鏡頭也不會浪費屏幕的顯示面積 玩遊戲時也不會因為屏幕開孔影響操作 從此不再有視覺遺憾 總體來說這是一塊好評 另外Axon 30屏幕像素密度還達到了400ppi 已經達到了高清屏幕的顯示標準 先提示這還是一塊帶有屏下掃頭的屏幕 如果說去年首發的屏下掃頭Axon 20屏幕表現能給到80分的話 那麼今年的Axon 30我願意給到95分甚至是更高 在拍照時中心Axon 30也為前置的拍攝體驗做了很多優化 開啟前置掃頭後屏幕頂部區域會顯示黑色 此時屏下掃頭區域的像素不會影響到日常拍攝 由於屏下掃頭位於中心 因此拿在手中自拍時也比較順手 而且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下 拍攝的效果也足夠清晰 在硬件層面Axon 30採用了驍龍870移動平台 此顆晶片基於台積電7nm工藝打造 採用1加3加48核心構架 在保證了性能同時 驍龍870也擁有更加平衡的功耗表現 經過跑分實測中心Axon 30的成績為68萬多分 此次中心這款產品還有致言的內存融合技術 從鞋子的散充空間中調用5GB變為虛擬的運行內存 運行遊戲等大型APP時 內存融合技術也能夠確保日常使用不感動 此次中心Axon 30還採用一塊4200mAh的大電池 同時還支持無數瓦的快充 至於數字已經足以滿足日常使用 這還沒完 為了滿足消費者對影像的高要求 影像系統已經成為了旗艦機的標派 該機採用了6400萬像素的四色相機組合 分別應用為主色、超過角、微距以及景深鏡頭 這套組合也能夠確保我們在不同的場景下 拍出不錯的效果 剩下中心還為我們帶來了全新的M12111系統 從系統層面來看,皆變多彩配色搭配高濕明閃效果 讓整個系統看上去更加年輕化 同時視覺元素採用高彩度和中明度的設計 也讓系統變得更有活力 至於價格方面 中心Axon 30系列也非常誘人 提供的版本中 以上這些價格僅是在中國市場銷售 而國際市場價格預估在後期會在400至500美元範圍內 最後,總體而言 現在的中心正在不斷嘗試通過一些新技術 去獲得用戶的認可 它作為一家老牌巨頭企業 產品的存在感卻很低 中心Axon 30首發屏下掃頭技術值得被肯定 但是顏值相機還有續航等元素 也是存在針對性縮水的情況 可以說是一款短板明顯的中端機 至於它能不能獲得市場上的認可 一切還是個未知數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